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TT对战ESA的比赛 16分钟飞克与小黑开打水龙 吸血鬼闪现大招进场开战 凭借血池拖住时间 击杀小黑后虽被飞克戳死 但是队友已经赶来 飞克处境非常危险 下游老牛 上游九筒 然而飞克十分冷静 完美掐准时机闪现过墙 天秀逃命 这闪现时机的把握实在太精准了 飞克超快反应 死地逃生 2016年全球总结赛 SKD对战闪电狼的比赛 18分钟闪电狼对中路进行围攻 牛头绕后 卡萨一旁也准备出动 然而飞克反应飞快 闪现直接躲掉 老牛闪现二连 如果这波被老牛顶起 那么配合中野两人 飞克并死无疑 李哥与飞克两人撕血 就是不死 2014年全明星 SKD对战OMG的比赛 14分钟飞克排演 遭到OMG众人围堵 大哥大招出手 但是鸡哥就在身边 二人合力将大哥推倒 但是西洋大招将鸡哥炸残 柚子也追着鸡哥猛打 极限血量 一脚踢开 闪现再躲 滚动炸弹 鸡哥溜了 李哥开袖 骚气走位 连躲技能 炸药包 小地雷 滚动炸弹 大海无量 气泡攻击 看到飞克如此的袖走位 鸡哥也忍不住 前来助威 看到人头 飞克疯了 闪现出击 最终李哥送了 随后鸡哥也死了 面对干客 临危不乱 2013年全球总决赛 SKD队长TSM的比赛 6分钟 蜘蛛抓中 飞克细节普攻 击杀小兵 大招拉开 回头魅惑 躲过节俭 继续后撤 预备普攻九筒 看到九筒出手 飞克果断大招 打断普攻 躲过致命Q技能 完成极限逃生秀 飞克要击反杀逃生 样样精通 2014年 OGM SKD队长三星的比赛 25分钟 硬碰老鼠偷袭飞克 飞克W过墙 等待片刻 二代回背 来到老鼠后方 一套输出 灌入体内 直接秒杀 同时 丹地盲森 踢中李哥 李哥 W未及 随后操控 假身卡位 导致盲森 无法出Q 只能一脚大招 但是未能踹死 飞克 魔影迷走 再多致命Q技能 龙女闪现出击 飞克超快反应 闪现逃离 这年轻的李哥真的很无敌 比赛 Imp down as Dandy shows up for a revenge kill Faker trying to jump away but here comes Looper I don't think Faker has a way out of this He's trying to use his clone to block shots off and he gets it Looper has to flash forward but Faker flashes Too often so you can look at the replay again Oh man this what a fake out Imp's like alright let me go back around He definitely was not expecting Faker to show up Wow what a play and then just look at this The clone and Faker positioning that clone right in front of Dandy The whole time Dandy gets one auto attack onto the clone Had that clone not been their first The first auto attack would have secured the kill for Dandy But I was really hoping when Faker recalled there That Looper would come and hit him with his E That would have been just karma all around 在職业赛场上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 Demo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 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 如果你觉得Demo视频做的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收藏支持一下 如果你和Demo一样喜欢英雄联盟 喜欢职业赛事 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收听Demo视频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 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